大家好,欢迎来到本期《蜜粉防物》 每支战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人气 从之前的F-4战斗机到现在的F-16、F-35战斗机 一直有一大批忠实粉丝 同样的,F-35隐形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出口到多个国家的五代机 但是F-35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从出厂到现在大小毛病一直不断 但是依旧挡不住它在全球的粉丝 英国曾计划把F-35作为下一代空军主力战机和海军迁载机 但是近期,英国购买美国的10家F-35战机 从美国刚飞回英国就遭遇一系列麻烦,全部趴窝 尤其是软件方面 这使得10家F-35全部丧失战斗力 无法投入训练和备战任务 有人疑问为什么英国斥资10亿元单价购买的F-35会出现趴窝事件 首当其冲的就是软件水土不服问题 因为F-35的软件是为美军设计的 所以就无法融入到英军系统 另外,美军在一些程序上留了一手 以及长途飞行回来的F-35竟然出现了软件数据包丢失的情况 就更显尴尬了 近期,美军十多万人吃空想,数万亿假账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微信搜索并关注米粉房屋,回复假账,查看详情 要想解决F-35POWER问题 就必须对软件进行升级 而这样的升级只能由美国人来做 而且要收费的 据统计,英国总共购买的128架F-35全部进行系统升级 将需要花费30多亿元 美国专家对英国人心事淡淡地说 这将让这架战机的技术变得完美,并彻底融入英军作战体系 事实上,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国家拥有一千多架的F-35 美国肯定不想做一次性的买卖 想利用F-35售后服务 就可以狠狠地转移力,弥补F-35战机项目的严重超支 单单英国这次F-35软件升级 就让美国尝到甜头 赚取了30多亿 而英国这10架F-35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米粉防务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